首先第一个故事我们带你看这一口起司蛋糕有香浓的美味 也有从灾难当中东山再起的努力 921灾民陈志雄地震把他两栋房子都挣毁了 还欠下了700万的债款 穷到连孩子的医药费都付不出来 为了还债他开始研发乳酪 而且仿造欧洲地窖的环境就盖了这么一座乳酪房 经过了10年的苦心经营 陈志雄已经成为了台湾自制乳酪的第一人 他的产品真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有生乳酪 有乳酪饼干 还有乳酪蛋糕等等 纯正的起司口感已经成为中台湾的超人气伴手领 它也没有牛奶的酸臭味 它是比较清爽而且冰凉 这是全台湾独家制作出的生乳酪 不经烤箱 没加鸡蛋 12斤牛奶凝乳才成就这一块 在调和蔓越莓汁 点缀一些莓果 创造出冰冰凉凉 滴汁没有负担的口感 就连国外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一块 低醣生乳酪 10样产品当中可能只有一两样 可以让消费者接受 但是你还是要不断地去努力 制造它的就是这一位陈志雄 从没碰过餐饮 10年前开启咖啡店 意外挽起牛奶 越玩越投入 这才一头栽进乳酪世界 这个完全在空温的部分 而且它最主要是不能浇锅 因为牛奶在煮的时候 它会越煮越丑 牛奶滚到45度C 才能把特殊的高温乳酸菌夹进去 这时候整锅牛奶充满着生命力 它会把牛奶里的乳糖吃掉 随乳糖不耐症的患者 也能安心吃下它的产品 最后经过发酵重头戏来了 陈志雄仿造欧洲地窖的环境 也打造了这么一间全台独一无二 中年10度低温的乳酪房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研究了很久 然后当然也尝试了很多次的失败 重复的制作才有今天这个样子 发酵好样子像是豆花的牛奶 就要在这里进行凝乳 用吊挂方式把乳清排出来 留下的就是乳酪 掉水的时候经过一天一夜的排水 把里面的乳清完全释放出来 它里面有94%的乳清 会取下固形物 牛奶的固形物只取下8% 那就是新鲜的乳酪 24公斤的牛奶 最后只能萃取出1.92公斤的纯乳酪 这也就是为什么卖价这么高 压力也是蛮大的 就是学历又不够 那当时是利用外国的书籍 拿来用单亲软体 用电脑扫描 扫描以后再转化成中文 然后从那个书本上去学习制作的一个资讯 当然一定那个资讯不见得就百分之一百的完整 自己再下去摸索 然后再研发出一套可以适用的机器这样子 也是都是强硬摸索出来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说一句讨大话就是求得生存 我只是想说创造出台湾没有的市场 经过一天一夜吊挂还不够 还要利用机器再压榨 将牛奶中的水分完全排出 这样榨出来的也就是最新鲜的纯乳酪 它起来就像 有有有 这个乳酪的味道 其实一般人来讲 他会认为说乳酪是牛奶做的 它很浓的牛奶味道 其实是做的 乳酪本身它是清淡的味道 因为它我们一般外面闻到很浓的牛奶味道 那是加鲜奶油 所以它才会很浓 这个不会 虽然有国中学历 但从小二就开始逃学 三十八岁为了研究乳酪 才开始学习ABC 练苍结 打电脑 初期研究到了望神 经常是白天镜 等到忙完已经是月亮高挂 一块块新鲜的纯乳酪 不禁烘焙 调味后送进冷冻 就变成爽口的生乳酪 否则就是等着发霉的乳酪块 压 把它压成圆的 对对对 我们就是把它搓 就可以塑形 我们现在就可以塑形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用 我用什么模子塑形 它就会成方块 成圆形 成扁形 然后这个东西起来 它现在是新鲜的 新鲜的它没有经过发酵 当你把它塑成圆形的时候 我们把它塑成圆形的时候放着 它在这一个库房里面 这个环境里面 它经过发酵的时候 它慢慢氨基酸会释放出来 然后霉菌会进去 它就会发酵成纯的乳酪那个味道 土法炼钢自己盖的乳酪房 麻雀虽小却是五脏俱全 十度横温外 十度就靠着医疗用的潮音波加湿器 十年下来方形圆形还有球形 大小不一的乳酪就在架上不断呼吸 霉菌任由它生长 因此整个空间充满着特殊气味 让人实在忍不住要倒抽一口气 这一个一年多了 但是我们现在观众特别看一下 它里面全部都是霉菌 所以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会把霉菌刷掉 就直接把霉菌刷掉 刷掉再下来一个过程 可以直接疯辣保存 它口味就不会变 所以已经可以疯辣了 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介绍这一块 介绍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随之我的乳酪 制作乳酪的一个历史 我从做乳酪到现在 多久它就是多久 这个已经十年了 好难吃哦 你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个 最臭的老乳酪 它是十年了 它有发霉的 对 它全部都是发霉的味道 老外就是用越老越臭的乳酪 来搭配红酒 发霉越久的 口感越浑厚 气味入口 久久不散 这就好像陈志雄的人生滋味 在苦中追寻乐趣 921大地震 东市的两间房子 全被震垮 七百多万贷款 无力偿还 财产被查封 女儿的医药费没着落 还被人逼在 她一度绝望 我跟我的债主说 我这辈子欠你以前 我没有办法管 我希望她不要跟我 儿子跟老婆要请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就在家户病房了嘛 那当时我看到我儿子的时候 还有一个老婆就在旁边调人了 那时候就是用行动上 让我们走出去 走出去就像当初 我在路边堂卖衣服 债主无情逼债 陈志雄形容 当时他就像是一颗球 被用力地砸向墙壁 但在亲情呼唤下 他跌身反弹 开始积极全力投入 全台湾都没有人要做的 乳酪事业 做出来的口感会有冰筋的感觉 会沙沙的 熟练的操作机器 将新鲜乳酪打成浆 他是陈老板的大儿子 才22岁的陈一生 他20岁的弟弟 都已经被父亲训练到 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乳酪制品 对啊 整桶打翻 一桶他可以做大概98个 那我们那时候一个的话是450 对啊 大概多少钱 打翻这样加起来 加起来总共要到500万块去 对啊 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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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知道一次 我们平常有时候还是会有 就赶快回事灭机 赶快再做一桶 对啊 就 所以爸爸当过很容易 对 差不多两三次有吧 对啊 他只有发现一次 对啊 经历921重建的无奈 十几岁又看到 为债务奔波的父亲躺进医院里 当年稚嫩的脸庞 却早已经有个成熟的心智 当别的小孩在外面玩耍 是传统的乳酪蛋糕 每一个步骤该掌握的温度 该下的分量 早已经熟悉在脑海里 家里做的是全台独门生意 产品极具市场独特性 他们因此也可以算是全台湾最年轻的 乳酪酱师傅 可是你学业没有继续 会不会觉得可惜呢 学业没有继续哦 会 就只是觉得 嗯 可惜 如果我今天我真的去大学了 其实我也没办法像他们那样 活得那么快 因为金钱上面的不足 因为要先任勤 因为家里 因为家里有在努力 不是说没有在努力 就要帮家里一起努力 这样想的话 我就会觉得 就要回来家里做 我反而就想说 课业可以先放下 等到时候真的比较有能力的时候 长大的时候 想读再去读也来得及 如若这个东西 毕竟是外国人口味 它就是很臭 而且还发霉 没办法改变 臭就是香的既有印象 因此陈志雄带领着儿子不断研发 他认为只有将旧的元素 注入新的包装 产品才能在台湾市场立足 因此他除了做基本款 得要进出好香烤 香浓绵密 卖到总是会缺货的乳酪蛋糕外 还以一般人不敢尝试的 老臭乳酪为基底 做出既美味又有健康概念的 手工乳酪饼干 我们没有中高低筋面粉 没有但没有很中劲 我们是用老的乳酪 它不会产生微却生 有的时候它是产生 会算过多的部分的问题 更厉害的是 他还将制作乳酪时 留下的乳清将它再研发 做成已经获得全台专利的乳清饮料 排出来的乳清 它在过滤的过程当中 它是比较细的 这种乳清它是易吸收 不必再经过转化 就可以直接吸收 所以人体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概念 从零开始做别人没做的 结果吸引政府官员 还有路上兴趣 陈济雄创业冲突兴高 前后职业更是有着 天堂地域之别 我从24岁 23岁 我就自己做坟墓 23岁的时候我就是老板 那当时我生意非常的好 我请差不多有八九个工人 那一年的收入 说坦白话 一千万上下跑不掉 目前的坟场是这个还没收工 还没完成 不在乳酪房的时间 陈之雄就是在这里服务 帮忙盖阴宅 当检古师 一做就是三十年 经验坛 他说根本没所谓的怪力乱神 但最可怕的反而是 人与人间的斗争 棺材打开的时候 底朝上 盖朝下 整个棺材是翻过来的 当时大家就一直在骂 其实基本上它是有科学运据 是因为水流进去以后 棺材浮起来 棺材盖是比较重的 所以棺材盖就直接就翻到底下去了 我要讲如果给我看到鬼的话 我这一行不干了 笑谈风水 这位竹臭之夫 最开心的 是将两位儿子 拉拔成台湾的乳酪师傅 对这家人来说 最臭的原来是最香的滋味